我们就会来讨论今天的经文 第十一年五月 杨洛杉林的住民 收链去巴比伦的时候 上主上上对亚里米公围 上主对我说 我要为你在母胎吃饮以前 已经经历 你要为死出来以前 就给你分别作成 选入你最立国的身体 我硬说 既然上主 你知道我要少年 可汉满公围 不过上主对我说 你不肯说你少年 我把你派到哪里 你就去 叫你说什么 你就说 你不用怕因 因为我和你同在 要保护你 我上主这样宣布 上主就春秋忘我的嘴 对我说 现在我将我的话 放在你的嘴里 我今天收款给你 给你滴落国万民 最不出和听悔 破坏和推翻 将决和财政的感受 上主对我说 抬离米 你有看到什么 我硬说 我看到一支行创的手机 上主就说 你看到对 我不是经历 要让我的话实现 上主又对我说 你有看到什么 我说 我看到一只滴滚的鸭子 对北边拼下来 他对我说 要有才能对北边发出 临到这个队所有的住民 我要把北方列国所有的人 都因为他们驾驾 只要我让你在他们的面前驾驾 立到的记忆 我今天要让你 这么多坚固的事 这么多档枪铁拼 不能对控全国 对控邮台的王 官长这一世各人民 因为攻击你 不过不贏你 因为我和你同在 要保护你 我最主要你算不上 历尼米出事是在一个 变咖面鸡牌 祭司家庭 他是在主后 主政627年 那时阿翁在位 第13年开始 在他生理的工作 历尼米生理的工作 他跨越了 他后40年的动乱 40年当中 不断都会听起 他发生的会听音 所以在建文里面 都会出现 亚合法的月 林告我 亚合法对我说 亚对亚合法来的月 林告亚尼米 亚合法的月说 亚尼米 他不会出事 在老母的家里 上帝已经坚掉在他 在这里 主张在他 来做万国的生地 但是亚尼米说 他太年轻了 他没有靠窄 所以上帝就忘义的嘴 表示说 表示上帝要把改革的月放在他的家里来 上帝要压力去这乡的工作 就是要用万国万民做败出 贴婢、败婢、贴婢、建立和宅败的工作 上帝让他看到一个形象 行囚一基 行囚的旗北来门和建策这个厨的旨军 通常是在一月底到二月车来开灰 意思就是上帝要爱他传达的姓氏一定会是乡 第二个仪乡在北方有一个锅滴滚 北方就是鸡肉比鸾帝国 滴滚的锅就表示说 让这个锅烧汤的东西冷到一定会有严重的汤匙 上帝要让他看到这堆滚的锅要躲在幽帝国 上帝的锅位就是要北方的国家联合共鸽在幽帝国 上帝的罪恶就是离婚上帝拜五上 而且宣质给伴亡的声明 上帝要要压力力准备好 无论刚才发生的困难 老公就要将上帝为团队出去 因为千万会认识这 我们也是同样的 我们也是比佛条 佛条做什么 我们做基督徒 要勇敢为主来团福音最健静 上帝一定会基督復励给我们